作词 李宗盛导 作词 李宗盛导 我是经贸北京韦斯汀大饭店 中餐厅的行进种erin書 谢役隆 英文名字叫边里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菜 黑虫路 窩蹄豆腐 为什么选择这道菜给大家呢 因为豆腐在我们中国里面 是一个很健康的一样东西 豆腐也很多种做法的 我就把它改了好几遍 就把它改成现在黑熊肉酱 也是我们现在 群毛威士丁 比较多个人接受的一道菜 为什么配搭上又放那个黑熊肉酱 因为黑熊肉酱 是一个很好的一样东西 因为它这种味道 配起那个豆腐 很香很好吃的 豆腐本来是白色的 我们炸起来也是金黄色 所以我们配一点群腻的菜 比如说菜心 小汤菜 西兰花 黑熊肉豆腐 剧作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把那个豆腐切成一块 大概一块 一个手指那么厚 八个手指那么长 在面上你撒一点生粉 擦的生粉的作用就是 比较容易沾点鸡蛋 放在锅里面去炸 油温一定要在七十度以上 炸出来就效果就比较好 大概炸它几秒钟 就把它捞起来 把之前备好那个黑熊肉片 在锅里面就慢慢慢慢 去把它炒一下 炒完以后了 我们之前也备好一种酱油 把那个酱油倒在锅里面 再加一点那个黑熊肉酱 在里面就慢慢慢慢去 大概煮到两秒钟左右吧 就把炸好的豆腐 放在锅里面炒一下 炒完以后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把它翻过来 转一面 再慢慢慢慢去煮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豆腐它本来是很清淡的一种菜 然后把那黑熊一起搬在一起去煮 去温 确实一道人量价值是比较高的一道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